阿曼娜老师 2020年的哪些星座人 可以超幸运 从星团当中的太阳星座 跟上升星座来看看 首先第三名 恭喜金牛座的朋友们 好 在2020年呢 我们能够除旧不新 开创新局 而且特别是在感情层面 如果是单身的 金牛座朋友的话 我们就很幸运地有机会 可能身边的亲朋好友介绍 能够遇见那种 跟我们这种观念 价值观非常契合的对象 可以好好的考虑跟把握一下 另外就是呢 我们知道感情也要断舍离 对不对 有一种情况是 你已经想要分 或是这种感情觉得 真的是价值观不合 已经拖很久了 在2020年也能够 很幸运地去转念 有时候真的是 清掉一段不适合的感情 你可以迎来更加适合 未来美好的人生 所以非常的期待 第二名 恭喜村女座的朋友们 我们说海外投资 是消息非常的灵通 又是我 对 因为要到海外 可能是希腊那边的朋友 会传来一些好消息 希腊他帅哥 或者是 我们说出女座朋友 两种情况 一种是真的是活动 有很多的海外邀约 就是那种 如果自己觉得 其实我可以试看看 一样是那种 踏出新的局面的话 其实你的很多视野 很多工作的机会 甚至生活的经验 都能够跨足到海外 另外一种是 我虽然没有这种海外的邀约 但是我的投资理财 有很多海外的好机会 特别是一些朋友 提供的资讯 经过一些比较 这个谨慎的判断之后呢 可以好好的把握 第一名 我们要恭喜 双子座的朋友 恭喜 我们说贵人相助 能够得到提息 好 这个特别是在 工作的层面了 也就是双子座呢 过去如果你真的是 有累积到一些实力 或者是你真的培养了 自己的这种人脉的话 在今年你会发觉 过去我怎么对待身边的人 今年通通变成了 我们的贵人了 对 也就是说今年呢 这种贵人运 是非常的旺的 也是非常的幸运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的 谢谢老师 不见得了 回喜欢 你好 但是 aka 我们 试飞